美娜前經理人阿晶上週自殺離世 事件引發大量網民抵制美娜 其中有六位藝人因為曾經張貼喊相 被指是集體欺凌阿晶 而迷你倉公司還發聲明 宣布停止與美娜藝人 阿晶的所有合作 並將廣告片全數下架 31日凌晨 阿晶就在社交平台發長文 首度說到阿晶的離開 她張貼了多張自2020年起 與阿晶的對話截圖 自爆她倆其實是病友 同樣身患抑鬱 會互相鼓勵 阿晶是少數知道自己患情緒病的人 還曾經教過她呼吸法 除此之外 她也澄清自己由始至終 都沒有欺凌過阿晶 還就哭上事件澄清 說網上一直流傳那個哭哭filter 不是她本人拍的 而那個story也不是她本人帳戶 阿晶坦然自己不是想拿抑鬱症 做免死金牌 並說在這段日子 都收到不少罵她的聲音 但她也會一一接收 會正視這些留言 不會刪除